欢迎来到星星剑 今天我们的职业是挑衅者 这个传言职业呢 在使用挑衅技能期间 如果被刀了 就会和对方同归一径 如果在开会的时候呢 被票了 那么他会让第一个投杀人呢 解决失败 没有一次挑衅技能 CD就会加5秒 谨慎使用 好 天黑了 我们使用挑衅 亮了一个小灯盘 我们看阿密 看那个会不会进来刀我呀 好像没有 那么就把灯给修好吧 刚修完灯就报告了 看一下什么情况 开元说在监控 他解锁器官以后呢 就发现击腿了 霸妖说史蒂夫安全 慕说刀刀在扫描 服役和老刘互保 陈埃说他是投机者 又是投机者是吧 那我去执法试试 史蒂夫说我们不带刀 说对了 我们就是吓唬一下 杨带说他是代理人 杨带不会是投机吧 他有可能和陈埃是反着报职业的 好 还剩三个内鬼 看来阎明不是内鬼 来追一下杨带 看他心里有没有鬼 哎哟 看到我就跑 你这坏批挺明显的 算了 不追你了 我不带刀呀 他绝对不是代理人 任务都不着急做 怎么可能是代理人呢 这么快就报告了 开元没了 服役说开元到他暴毙了 开元是警长吗 还是服役是警长 这个CD很明显有警长 我们说杨带是坏皮 杨带说他给我带任务 那我跟着你吧 你帮我做任务 我在后面看 公道说杨带是色处 嘿嘿 没错 杨带牛马 我们在后面鞭策他 哎 活塑7PR让杨带做任务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玩法 就是坏度已经没了的情况下呢 所有人跟着代理人 看他帮全员做任务 哎 怎么两个内鬼了 说明了什么 看元是内鬼 那服役应该是警长吧 不知道内鬼有没有看出来 杨带在下载数据 哎 时间好像对了 又在清理华堂 我没有刷卡任务 他应该也有 那我们先来打个卡呀 杨带在下载上传 我们留意一下 看他的任务数 代理人在做完本任务之前 那只有五种任务 墨背刀了 常说这里是投机 看他怎么说 他说警长执法了 空白和他一起看到的 他说他投机让内鬼看着办 我们出去杨带快点做吧 他说他996容易嘛 他想跳船 那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先做完任务 然后帮我做任务 如果都做完了 再帮其他人做任务 不能让你省下来啊 好 看他连电线 又来做事迹了 他在校准引擎的方向 我们也来做一个吧 那到现在位置呢 他应该做了五个任务了 还没有倒垃圾 但是应该有刷卡 那这样算的话 他就有六个任务了 但连开局 不可能有这么多任务吧 哎 他不去倒垃圾 来配电干什么 又一个任务啊 你这七个任务一起做 玩呢 这么明显 很明显他明显的 给我们看假任务啊 他明显是个小丑 又没了一个人 霸妖也看出来 杨带的任务不对 老刘说是空白 我说杨带 你这开局有七种任务是吧 不是五种吗 我一个一个数的 杨带估计是小丑 他说他是医学家 一直装代理 空白说又是悲惨的 下课上的一局 才狼是吧 他让脖子加油 看好他 嗯 霸妖怎么被堵了 还是说堵错了 搞不明白啊 先把空白给出了 看一下还剩几个内鬼吧 好 空白不是内鬼 哎 这内鬼被团灭了 已经没有内鬼了 警长干的还是才狼干的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内鬼就没了 但是还是没有结束 应该是有才狼在场的 这阳带天黑躲到通讯室里 真小丑一个 我们这条件技能 用了几次以后 CD已经很长了 这服役到底还是警长吗 会不会已经被招募了 我们开个挑衅 凑过去看一看呀 来了 追上去试探试探 哎呀 干的漂亮 还真是坏的 他把我给刀了 然后我们就和他同归一径了 这样传言就赢了 看一下都是什么职业呀 阳带是小丑 传言是投机者 开源不想努力的木和霸妖 都是内鬼 霸妖坏毒赌错了 他好像把服役警长给抹除了 估计是堵他穿原了 但他被财狼给招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